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讲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引女儿之名》 影片开始,男主因绑架,蓄意伤害等罪名被捕 在去警局的路上,男主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从未想过要亲手制裁 只是看不下去法国司法的懦弱 而故事的起因发生在38年前 那时男主有个很幸福的家庭 有妻子,还有一双儿女 直到一个德国医生的出现 医生疯狂追求妻子 最终妻子出轨,男主也和妻子离了婚 之后男主和儿女在法国生活 前妻嫁给了医生回到了德国 转眼间八年过去了 男主找到了新的恋人,开始了新生活 女儿也变成了挺挺玉立的少女 直到这天,儿子和女儿到德国去看母亲 男主也决定给自己放几天假 和恋人去过二人世界 可没想到,男主没有等到女儿回来 而是等到了女儿的死讯 男主连忙赶到德国 看到了女儿的尸体,很难过 来前妻家接儿子 医生告诉男主 当天早上叫他起床时 当时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还尝试了很多方法去救他 但仍然没有反应 至于死于什么原因 只有等验尸后才知道 于是进行了验尸 然后男主将尸体带回法国安葬 不久后,男主收到了验尸报告 由于是德文还特意找了翻译 翻译告诉男主 验尸报告上显示 手臂有注射痕迹 下底有撕裂痕迹和血迹 但根据验尸报告 无法确定死因 男主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找到前妻 说女儿生前可能遭受性侵 而且手臂上有注射痕迹 但前妻解释说 女儿那天都待在家里 不可能被性侵 而那个注射针 是女儿想要骨铜色的皮肤 所以医生帮忙注射的补铁剂 前妻非常相信医生 男主很崩溃 只好回到法国聘请了律师 要求重新检查生殖器 确认是否被强奸 但德方以种种原因拒绝了男主的请求 无难之下 男主想到了发动舆论的力量 在那个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 男主只好在大街上 发放女儿被害凶手逍遥法外的传单 自己还阅读了大量法学书籍 也找了更权威的律师 对医生进行跨国起诉 但医生却在德国行使兼默权 拒绝来法国出庭 这时律师提出了一个建议 要找到能指控医生的具体证据 建议开关验尸 这样即使医生不出庭 也可以用证据定罪 可重新验尸后 发现女儿的生殖器全部被摘除 男主很崩溃 这也意味着男主的猜测没有错 女儿就是被医生奸杀 而当出验尸时 医生也在现场 他毁灭了所有证据 尽管没有找到性侵的直接证据 但通过重新验尸发现 女儿是因为被注射药物导致昏迷 直接引起了死亡 而药物是医生注射的 这是直接证据 所以男主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了医生 经过13年的努力 法国终于重审这个案件 最终医生被判15年有期徒刑 律师安慰男主 这13年来的努力也算是有了个结果 男主的父亲也劝男主该停止了 你所能做的都做了 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毕竟恋人也陪了你这么久 于是男主决定和恋人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这天男主接到电话 说对医生的国际通缉令还是被搁置 因为刑罚是法国判的 医生要被德国引渡到法国受刑 但德国一直没有行动 意味着医生完全不受影响 于是男主再次发动舆论的力量 迫使法国发布通缉令给国际刑警 但这也意味着德国永远不会引渡医生 只有医生在别的国家被抓时才会引渡到法国受刑 所以只要医生不出德国就是安全的 男主很崩溃 直到这天医生在德国被捕 因为强暴一名16岁女患者 但因为医生有一定的威望和人脉 最终只被判两年有期徒刑 缓行两年执行停止职业 意味着医生只是不能在德国行医 只要两年内不违法也不会坐牢 男主的前妻也离开了医生 但始终不相信医生会伤害自己女儿 不相信男主的话 男主觉得医生既然不能在德国行医 可能到周边的国家行医 于是男主和翻译到周边各国发布国际通缉令 几年后 医生在奥地利被捕 但由于德国施压 医生又被放回了德国 法国还是无法对医生执行刑罚 男主崩溃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仍不能让凶手得到制裁 律师也没有什么办法再帮男主了 恋人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选择了离开 儿子也长大成人不用担心 于是男主决定自己解决 辞去了工作 踏上了寻找医生的路 男主走遍了德国和周边国家 直到这天 男主终于找到了医生的新住址 然后男主派了三个绑匪将医生绑回了法国 不过男主仍然没有失去道德底线 男主绑医生回来 只是希望医生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最终医生被判15年 在法国监狱执行 男主因绑架罪名被判一年 回到了影片开始的那一幕 而这年距离女儿死亡已经30年了 男主用了30年的时间 终于将凶手绳之于法 之后男主来到女儿的墓碑前 对着女儿说 我遵守了我的承诺 从未放弃 这场战役是为你而打的 尽管道路崎岖 牺牲了漫长的岁月 我丝毫没有后悔 今天 你就44岁了 我很想你 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只是看了一个故事 但这却是真实事件改编 影片一共不到90分钟 但却是这位父亲耗尽30年的努力 有人说 很不喜欢把受害者拍成电影的做法 这无疑是在接受害者的伤疤 但实际上真实事件被改编成电影 都是经过受害者家属或当事人同意的 像我们看到的熔炉 溯源 以及未安妇题材影片22的 为什么这些受害者和家属 订阅揭开商疤 还要将事实还原给我们看呢 我想影片中有一句话 可以对此做出解答 男主耿求律师帮帮自己时 说了这样一句话 别让我女儿的死亡被遗忘 人们总说时间会冲淡一切 确实时间会冲淡仇恨愤怒 但却冲不淡事实真相 我们回顾这些事实 这些历史不去遗忘 更多的是前者之间 真的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 曾解读其他影片时 乐乐说过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但这句话放到这部影片 却显得格外沉重 可事实上正义本不该迟到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